8月16日,第十届《矛盾文学奖》在北京揭晓 梁晓升的《人世间》、徐怀中的《千锋记》、徐泽臣的《北上》、陈彦的《主角》、李尔的《应务兄》、五部作品获奖 《矛盾文学奖》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四大文学奖项之一 本届《矛盾文学奖》评奖范围为2015年至2018年间 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的作品 参品作品均需为成书出版的长篇小说 版面字数13万字以上 《第十届矛盾文学奖》将于10月中旬在北京颁奖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